短短两年之前 还价值数万元一只的法国斗牛犬 却通通上了狗肉车 最终进入了饭店 大家好 我是狗鱼泽老汤 如果最近经常去逛狗室的朋友 你会发现 很多原来价值不菲的法国斗牛犬 曾经都是几万十几万一只的 但是现在通通都上了狗肉车 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实际上这种情况 在大多数的品种狗身上都有发生过 但是其他品种狗的价格 并没有法国斗牛犬跟恶霸犬这么夸张 造成这种情况发生 是因为有职业的狗贩子 做幕后炒作的推手 导致这个品种价格越炒越高 大概在几年之前 法国斗牛犬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因为法国斗牛犬跟恶霸犬 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这两种狗头部都非常大 不能够自然地繁育 因为这种狗头部过于庞大 在生产的时候往往会造成难产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种品种狗是比较难繁育的 它生产的时候必须送到宠物医院 做泼妇产处理 而大多数小县城小县市是没有宠物医院的 也就没有做泼妇产的条件 所以也导致恶霸犬跟法国斗牛犬数量非常少 物以稀为贵 一个商品只要数量非常稀少 我手上有 你手上没有 那就符合炒作的条件 所以早期的法牛犬玩家和媒体相互操作 相互配合 把法国斗牛犬这个品种炒上了天价 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就比如我从你手上买了一只法国斗牛犬 就好比这只狗 我们实际的交易价格是5000元 但是我们对外炒作的价格 是这只狗我用10万元的天价 从你手上买了回来 而后在狗圈不断地传播这个消息 就有更多的人入场 因为这些人发现这种狗既然这么值钱 那么我去养个几只 是不是也可以发家致富呢 所以一个品种狗 如果价格越高 反而越多人去买 如果这种狗只是值个1000 2000元 这种狗并不会火爆起来 但是如果这种狗的价格 值个1万 2万 2万 3万的时候 那么这个狗会越来越多人去买 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品种狗 而是想靠养这个品种狗去发家致富 所以任何品种狗都是这样 如果它的价格非常高 那么买它的人就很多 这种情况是不是跟我们国内的房地产非常相似呢 房价在上涨的时候 哪怕举全家之力 用光6个钱包 贷款也要去高价买一套房子回来 但是当这个房子哪怕不降价 只是横盘 价格稳定的时候 大家都持观望的态度 并不会去买房子 品种狗也是这种情况 价格越高 买的人越多 但是等早期炒作法国动牛犬的人 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准备撤厂离厂了 他们就会大量抛售手中的法国动牛犬 而且是不计后果的低价抛售 这就导致一个情况 市面上法国动牛犬的数量迅速地提高 迅速地变多了 大家一看到这个品种狗的价格 有下降的趋势 就有更多人出售手中的法国动牛犬 导致法国动牛犬的价格 迅速从天价跌落底谷 到最终只能按斤撑肉进了饭店 法国动牛犬是如此 早期炒熬犬也是如此 大家知道最早期的炒熬 一只可以卖到几百万几千万 到最后也是十几块一斤进了饭店 所以玩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犬狗本无价 玩者自衡量 喜者千金不贵 厌者分文不值 您喜欢它的时候 一万元去买它很值 您不喜欢它 想卖掉它的时候 有可能一千块 一百块都很难卖出去 这种情况 在宠物猫市场上 其实也是这样的 早几年 很多宠物猫也都是天价 几万元 十几万元一只 但是现在也价格慢慢回落了 这种情况 基本上我几年前就遇见了 因为我玩狗的时间很长 炒作猫的手法 跟早些年 它们炒作狗的手法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都会从天价掉落谷底 我是狗鱼者老汤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